民間鄉為了要訓練小朋友的表達領域 每個禮拜都會基本英國比賽 並將對不一樣年齡條件訓練方式 就由在專校民進英國 讓小朋友訓練帶方 並讓他們勇敢表達領域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大廈在專校的同學面前 親戚的分享故事 這是民間故事為了要訓練 同學的表達領域所基本的英國比賽 每組的小朋友都對這次的活動相當心態 我今天講的故事是付出關心的故事 然後我有幾次在大家面前這樣講過 我練習了很久 得到了不錯的成績 所以我很開心 今天我不是第一次來口語表達 但是我還是會很緊張 希望可以藉由口語表達 來能讓我比較不會緊張 我今天講的故事是吃胡蘿蔔的七種方法 藉由這個口語表達 讓我練習口語的能力 還有讓自己不會這麼害羞 有好的表達領域 可以給朋友在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因此民間故事會依照年齡 來給朋友不同程度的挑戰 希望透過訓練表達 讓他們都可以落實在生活當中 這個口語表達的主要目的就是 呼應12年國教的一個素養導向的教學 希望小朋友在課堂上的學習 可以在生活上的應用 所以我們透過學校的口語表達 主要是以他的一個年齡的一個不同 然後有程度的差別的訓練 民間故事有基本這款的話題已經有一段時間 無論是在口頭上還是在生活當中 都能夠明顯地來得到信號 看到學生的進步和好好的老師 都覺得相當開心 在有口語表達比賽之後 我發現小朋友不管是課堂上的發表 或者是遇到外面的客人 他們都更能大方的表達自己 那平常我們在教室 其實就是透過全班一起唸 在個別唸 小組唸個別唸 來培養小朋友的 對口語表達的信心 就到每個禮拜比賽 好說沒有了 但為四行開始不會擁有表達人類 並落實在生活當中 記者錄一頂藏播到